今天是生酮感受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你們覺得生酮很痛苦 生酮很難 其實有多難呢? 這些全部都是生酮 生酮的芝士薄脆 生酮朱古力蛋糕 生酮朱古力和忌廉蛋糕 生酮的 wereomini 這是生酮的 這caります 香草的蛋糕 真是生酮的蛋糕 其實你看生酮有什麼悶呢 我真的不明白 你想想 這麼多選擇 這麼多食物 我剛剛去了一轉台灣 我去做site visit 去study 看看別人那邊的生酮是造成怎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生酮冰皮月餅 我剛剛拍完照 其實是六隻口味的 這個就是芝麻 這個就是朱古力 這個是Raspberry Raspberry是生酮到的 這個就是cream 這個是抹茶 可以嗎 然後傳統的奶黃月 就在這裡 可以嗎 所以生酮一點也不悶 我的training的背景是paleo paleo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史前人類的飲食法 所以我不是太著重於這些東西 但是呢 就被一些朋友勸 就說你不要這樣 就是你可以而已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就是大家是習慣了吃這些東西 大家都還想吃 就是如果你 就是叫人家說 生酮是從子之學 不可以慶祝生日的 這樣就不realistic 那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 咦 你又說得對 就是我 之前是太過在 是純粹的 你明白嗎 就是太過pureist 太過就是說 你心疼你就應該吃回 我們史前人類 啊 嚇到這鏈 史前人類 早才吃的東西 這樣 那我就沒有顧到 其實大家可能要和朋友慶祝啊 跟著 就有些什麼 節慶活動的時候 會想有些東西 但是 當然 我走去讀 我走去上課 我走去拿去certification的時候 我知道其實 是多很多的 OK 我說個不止一次 其實情緒一路的累積 不論是憤怒 抑鬱 還是不愉快 是會在我們的經絡裡面 變成血泛的 變成阻塞的 還有默倫上面大的阻塞 為什麼你們這麼多人上來 查默倫 默倫是這麼低呢 其實是沒有清空的情緒 而每一個默倫 七個默倫裡面 每一個都是我們一個主要的情緒 那我其實再說能量層面 就是 在我們的默倫的阻塞 如剛才所說 其實是情緒的阻塞 但如果你的默倫有阻塞 它沒有辦法正常運轉 就等於你家的空氣 那個淨化器 那個air filter 如果你沒有拿它出來洗 你冷氣機的隔層網 你沒有拿出來洗 它不會冷的 那你的默倫沒有辦法正常功效 而默倫和情緒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之大 非常之緊密的 所以我有聽過 我有一個做廣告的朋友 他說以前有一個導演 是出名很狂操的 就是很瘋的 我後來做了瑜伽導師之後 他之後學瑜伽 然後很喜歡 走去做瑜伽導師 剪掉不做導演 現在搬去上海 浴師等等 他就變了另一個人 很靜 為什麼 因為瑜伽就是幫你重新平衡 過了你的七個默倫 所以為什麼做瑜伽的人 是你覺得他會有個分別的 譬如他氣息會有不同 而那種氣息的不同 不單純是做運動之後的氣息不同 當然做運動都會令你的氣息變好 因為絕對是 因為你的身體會產生更加多的能量 更加多的ATP 但是為什麼瑜伽真的會多些東西呢 就是因為它跟默倫有關 如何清理你的默倫 令到它能夠很乾淨地 混轉轉化做能量 供給你身體不同的區域 不同的板塊 所有的系統和器官 同時是你情緒的主宰 是跟默倫有關 有些人被他有抑鬱症的 OK 當然你要戒堂 我們有講過堂 和抑鬱症的關係 另外 跟微心倫有關 我們如何加強微心倫 瑜伽動作可以幫到你 比如我們說有些油 或者是默倫水瓶 透過精石的能量 去令到你的默倫得到加強 因為科學證明了 水是能夠因應外在環境而改變排列的 所以你想他排列什麼樣子呢 如果你很生氣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裡面的血 裡面的礦物質 他的排列又會怎樣 所以你喝的水 和你對自己所說的話 內在的聲音都很重要 為什麼有些人會和自己變得很撕裂呢 其實就是因為 這個是靈極限裡面有說的 我們其實裡面是有三種意識的 超意識、意識和潛意識 三種意識 當你三種意識能夠連接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處於一個最平靜和最開心的狀態 那你怎樣去到這個狀態呢 就是當你的腦子不是不斷地走動的時候 那你的腦子怎樣不會不斷走動呢 清空、放空 比如那些人打坐冥想 是一個終結的放空 因為它就是拋開所有的念頭 那當然如果自己走出來 沒有問題 你不就由它走出來 它自己走過 好像那個叫博士林那樣 嘩嘩嘩嘩 你就由它自己飛過 不用理它 你不要追逐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閉上眼去冥想的話 那你可能透過一些聲音 或者看著前面的蠟燭 看著一朵花 把你自己放空 嘗試靜下來 如果一杯水裡面充滿沙塵的話 你一路搞一路搞一路搞 它不會變得越來越乾淨 你需要讓它沉澱 包括你人生裡面處理很多問題 其實你要讓它沉澱下來 沉澱不代表你不take action 不代表容易 往往是很困難的 但是 你有時候需要的不是急 需要的是時間 我上網搜尋找到Michael Harner Michael Harner 是一個著名的人類學家 在他實習的過程 跟一些少數民族住在一起 發覺他們的療癒方法這麼有趣 接著就開始接觸薩滿 繼而自己成為The White Shaman 成立了現在的Samanic Studies 那個Foundation 接著我再跟他的徒弟 Kevin Turner 也是阿姐寶丁的師父去學 撒滿裡面都有歸靈的方法 就是把身體裡面不應該存在的東西 抽它出來 找回你的守護靈 這個是另一種 但是他不會說 我只是幫你找守護靈 我只是幫你power up 就是給你很多spiritual power 但是extraction我們不做 extraction反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說抽取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 負荷了 承載了很多東西 而那些東西未必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說複雜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曾經 人生裡面遇過的人事物 如果他已經不再在你的生命裡面 又或者他跟你那個關係是toxic的 就是有害的 有毒的 你都需要跟他做一個 儀式上的斷捨 不代表你做了這件事之後 以後就見不到 自死不相往來 並不是這樣 但是 就是你跟他的關係 不再是有毒的關係 OK 這個大家要理解 那譬如有些人 他可能結了婚 跟著離婚 那其實你是需要跟你的前夫 或者前妻 做這個cut court 那這件事不是我發明的 你可以上網看的 我想說 有一些很神奇的事發生了 話說就是我媽媽 五月頭做手術的時候 那些醫生就 趁湯開他的肚 那索性就拿了各部分的組織去化驗 那那個組織化驗 就搞了 一搞就搞到 今天才可以拿報告 誰知道那個報告一拿回來 發覺 是完全沒有癌細胞之餘 就是那個癌指數是零之餘 還要是每個部分 為什麼之前會痛是常常 因為發驗腫了 好 OK 繼續 還很快很快就聽完了 整件事很神奇 神奇 神奇 之前照過MRI 又照過另外一個叫正電子掃描 其實都已經完全是 掃過了 有黑影 然後那個卵巢 亦都是 量度7.7cm 很大的 但現在是什麼事都沒有 OK 大家看你覺得神奇 神奇嗎 這樣 好了 講回剛才的cancer錄音 你們之前可能都已經聽過 這一段錄音 但是為什麼呢 就 哇 這麼神奇 為什麼可以這樣 其實很簡單 如果這一位媽媽 就是你聽到是個男生 但那男生其實是個兒子 OK 我有沒有見過媽媽本人 我有沒有見過兒子本人 是他們找人來找我的 OK 他很open-minded 他肯做能量的清理 那我用什麼方法 我就是用了修蘭博士 但不是本書那麼簡單 OK 我們其實有一個比較複雜的 12個step process 去幫他清理 我在他的根本 我進他的後台 他的program 到重新reformat那個program 你覺得癌細胞有沒有記憶 你的身體有癌細胞 他是不是在program裡面 我不是靜化了program 我不是rewire了 rewrite了program 那件事變了不同 所有你感受到 你所見到 你所享用到 或者你得不到的 所有種種 其實在你的program裡面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找一個很厲害的 說明先生幫你算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他好像知道這麼多東西 因為他在你的命裡面 他看到這些東西 計算出來 那這個修蘭博士說的就是 zero state 當你回歸到佛家所說的空性 當你回歸到一個歸零的狀態 其實裡面什麼都有 並不貧乏 因為你去到那個狀態 但是就已經沒有program 你明不明白 但是你不能現在 你所感受到 是什麼病痛都好 當然第一 麻煩你生疼 生疼了才好說 第二 就是說 你情緒上有什麼東西 不要緊 我們選擇釋放 我們去學 怎樣放走 OK 好了 然後你能量上 是不是真的 很不夠 那些默論 是不是不能運作 如果是 清一清你的默論 更加重要的就是 去回後台 OK 重新program 把你不要的東西 delete OK 那你才會有空間 去接收你想要的東西 OK 我今天想share的就是 斷捨尼 歸零這件事 OK